这杯咖啡我给它取名叫 摩卡C加A 我们用带泡咖啡和热红酒结合 做成了一杯实现你早C晚A的咖啡饮料 这杯咖啡是我们改良了的摩卡 我给它取名叫 漏了漏了 我们用现在很流行的生巧和咖啡搭配的方式 做出了这杯看起来很有食欲 但我不知道你们看起来有没有食欲的摩卡咖啡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让你盖得到 我觉得这两款很适合冬天的咖啡饮料 摩卡C加A需要准备的材料很简单 你甚至不需要用到咖啡机 只需要一个能够加热的小锅 非常方便在家里DIY 红酒我用的是超市买的23块钱一瓶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品牌 或者是味道来代替 另外需要准备带泡咖啡 奶油 苹果 橙子 香料 巧克力块 可可粉 煮这个热红酒一定要有这个小火 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个这个电陶卤 它的这个温度没有像直火那么的猛 它不会把这个热红酒煮太废 等温度上来了之后 我再把这个代泡的这个咖啡 跟这个里边的这些大料啊 这么一起煮 它出来这个咖啡的味道就很不错 等待时间 我现在大概是小火煮了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现在我把这个代泡咖啡放进来 关键的步骤来了 等到小锅里边的红酒热了之后 我们就把准备好的代泡咖啡丢进来 再煮三分钟左右 我先给你们尝一口啊 我觉得太赞了 很醇厚 那最后打上奶油顶 撒上巧克力粉 和巧克力块打磨成的碎屑 漏了漏了这款咖啡 需要准备的材料更简单 生巧 可可粉 意识浓缩和热奶泡 用生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质地很软 浓缩咖啡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它融化掉 接下来打奶泡 把做好的基底和奶泡融合在一起 撒上巧克力粉之后 再适当的多加一点奶泡进来 那它就漏了 如果你想让它漏得更流畅 那一定要在撒完巧克力之后 迅速的倒牛奶 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 漏出来 那之所以想要分享这个菜单的做法 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甜甜的咖啡 那我希望我们频道呢 做成咖啡beginner friendly的一个感觉 那虽然自己每天都是以喝黑咖啡为主的 但是呢 我现在依然还是记得最开始接触咖啡的时候 喝到黑咖啡之后 那种苦的难以下咽的感觉 所以说不管你是不是经常喝咖啡 懂不懂咖啡 我都希望你能在我们的视频中 找到一些收获和成长 我们会每周持续给你们带来有意思的视频 Coffee is not serious 吧 life cheers